我們翻25題 那25題,電子電路我不熟 這個圖我是猜測的 他說有一個立體生放大器 這個假設是立體生放大器 然後電源供應器 這個假設是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我們通常是用交流電話 所以裡面要變壓器 讓它變成直流電 裡面構造可能是這樣子 這是我的猜測 那這個是交流電 如果電流這樣子是通的 這樣子是不通的 但是當它不通的時候 就由這個電容器提供電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說呢 就是說它是可以每秒 每60分之1秒 快速充電到35特 就是60分之1秒 它這個頻率可能是60分之1 頻率可能是60 這交流電的頻率可能是60 60 那一個走起就是60分之1秒 給它充電 就過來來說 就給它充電 充電 下一個60分之1秒 它就沒有電了 那就由這裡充電 好 然後他就問了 第一小提 他說呢 如果放大器 這個放大器 從35無特的電源獲得1.2A的電流 這個獲得1.2A的電流 那這樣它的等效電阻多少 有效電阻多少 這個放大器可能不是一個電阻 可能是裡面有什麼呢 那個二極體啊等等 那我們把它看著這個電阻 那這樣呢它的那個有效電阻 就是V V的話就是35無特 那除以多少 除以半 所以這個是 35除以1.2A 那這樣把它算一下 所以應該是29.16 大概29.2A 好 再來他說 所需要的電容 那這電容一定要滿足什麼呢 在60分之1秒之內 它電壓下降 要小硬的 那如果經過60分之1秒 它的電壓 就滿足這個式子 就是說 當這個電源沒有提供電壓的時候 由這裡提供電壓 那這是一個放電過程 那放電過程 那放電過程有這個公式 1的呢 Rc分之互T 那經過了60分之1秒 這個電壓 這個電壓從35伏特 這個電壓從35伏特 下降到34伏特 因為它小1伏特 所以是把它帶34 那這帶35 等於1的Rc分之互T 那這個R的話 就是這裡的等效呢 這個電阻 這個電壓從35 跑到兩邊 我們把它取 這個Log 就Lm 35分之35 等於 互等 Rc分之互T Rc分之T 那這C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R Lm 35除以34 R分之T 那T是60分之1 好 就是60 乘以 再把它帶29 好了 29 那再乘以Lm 35除以34 或者1 嗯 就這樣子 好 那把它算一下 這個是 6的10 乘以29 乘以Lm 這括號 35 除以34 寡 寡 等於 50.438 哦 就1 50.438 嗯 那1 除以50.438 大概0.02 0.0198 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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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F 大概是0.02 沒法啦 0.02 2 2 2